主料,嫩豆腐一盒,猪饺肉180克,白杆200克,辅量,泰式铁酱三勺,香油一勺,柠檬汁一勺,鱼露二分之一小勺,红砂糖一点五小勺,盐一小勺,黑胡椒粉一小勺,水150毫升,青葱,辣椒一个,蒜头,香菜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。 青葱加辣椒加蒜头加香菜,都切成碎状混合,取一个炒锅,加入一大区色拉油,后再加入所有材料,中火爆香,最后再加入所有调味配料,翻炒均匀即可。 它是酱汁加入配料中,一起翻炒,和装豆腐在底部四角剪一小刀,豆腐可轻易,完整脱模,嫩豆腐切成大块状,再用餐厅止吸干水分,并在豆腐表面上拍上少许面粉备用,取一个炒锅先加入一大区色拉油,以中火先热锅,再放入豆腐煎至上海,捞起备用, 始于做法三锅中,加入猪角兽爆香,再放入做法A的所有材料,和所有除了水之外的调味料,一起翻炒均匀,接着豆腐入锅,清水入锅煮开,汤汁熟稠即可,白饭装入碗中,将会豆腐放在饭上即可,烹饪技巧。 以太式菜的酸味啊,必须有新鲜柠檬汁才有风味,按如有罗类添加,会更有风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